大家好,我是美厨娘,君姐 红薯全身都是饱,不但红薯可以吃 就连它的梗和叶子,营养价值也非常丰富 现在正式吃红薯叶的季节 花了两块,买了一大把 今天求你做出两种味道不同的美食 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先把叶子一片一片摘下来 梗和叶子分开来做 摘下来以后,用流动的水冲洗干净 控水半个小时备用 控水以后,先淋入少量的食用油 下手抓拌均匀 这一步是为了锁住水分 接着放入小麦淀粉 小麦淀粉可以分多次少量的加入 每次加入之后,都要充分的搅拌均匀 加淀粉的量没有固定 直到最后,每一片叶子上面都可以裹满一层淀粉 用手摸着不粘手,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敲黑板,必须是锅内水开以后才可以上锅蒸 平铺开之后,盖上盖子,大火蒸5分钟左右 趁着蒸制的时间,简单做一个料汁 大蒜倒成蒜泥状,加入一勺盐 一点点味精 芝麻香油 适量的凉白开 喜欢吃辣的可以加入辣椒油,小米辣 搅拌均匀,料汁就做好了 5分钟,时间到了以后,立马光火 千万不要长时间闷在锅里 因为容易变黄变色 取出来以后不要着急动它 晾凉之后稍微动一下就可以抖散开 把料汁放进去 翻拌均匀 大家看一下 特别的松散,不粘连不出水 红薯叶这样做好吃不上火 而且营养不流失 口感绵软 一股红薯叶的清香 喜欢的一定要试一下 接下来的红薯梗就更加简单了 清洗干净之后切成长段 红椒丝配颜色 锅内油热之后放入蒜末 再放入干辣椒和花椒炒出香味 接着放入红薯梗 大火煸炒1分钟左右 炒至断生 出锅之前放入一勺盐 少许的味精 翻拌均匀 出锅即可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两道菜放的调味料都特别少 就是要保持它原本的清香 特别的健康 美味 喜欢的家人们一定要试试 谢谢大家 咱们下次再见